大家好,本片將示範核酸水平膠體電勇的基本操作 除了一般的器材,還會特別需要用到 鑄膠模板、尺書、鑄膠台及電勇槽 你也可以使用這種固定尺書高度的電勇設備 首先打開恆溫水槽,加入足夠的水 確保水面高度高過膠體溶液體積的高度 將溫度設定在攝氏55度C 然後在血清瓶內加入所需量的電勇緩衝液及Agros粉末 蓋上瓶蓋搖勻 加熱前,務必先將瓶蓋轉鬆,以防密封加熱而爆炸 接著,放入微波爐,關門,加熱 避免一次加熱許多瓶導致受熱不均 使用最強火力加熱不可連續超過一分鐘,以免突廢 完成後,檢查是否有無懸浮為例 有,則表示溶解不完全,需要再加熱 溶解完成後,將瓶蓋懸緊 瓶身放入恆溫水槽降溫及保溫 避免膠體過熱或凝固 固定瓶身避免浮起,確認水面高過膠體溶液體積的高度 將洗淨擦乾的磨板放入柱膠檯內,壓緊壓瓶 插入尺酥,調整高度到距離磨板底部0.2公分 並在0.5公分處標記 拔起尺酥,將柱膠檯放在水瓶桌上,到恆溫水槽旁 一顆度四管,量取所需的Agros容易 拿至水瓶桌上,倒入模板中 使膠體厚度為0.5公分 立刻將尺酥插入最靠旁邊的槽孔中 注意螺絲的轉向 若有氣泡產生,請盡速用吸嘴戳破或移除 等待至少15分鐘,確認膠體完全凝固 將膠體連同模板一起移到電勇槽中 由尺酥的那邊放在腹集 取所需量的電勇緩衝液,倒入電勇槽內 至恰好覆蓋住膠體 利用緩衝液的潤滑作用,輕輕取下尺酥 吸取緩衝液,沖洗樣本槽,趕出氣泡 將核酸樣本與核酸樣本緩衝液混勻 離心備用 或將樣本緩衝液點於石蠟薄膜上 與核酸樣本混勻備用 依序注入樣本 小心,勿戳到膠體 小心,勿戳到膠體 蓋上電勇槽蓋,插入電極 黑對黑,紅對紅 以100伏特進行電勇 觀察電極處是否產生氣泡 追蹤染劑,是否往正極方向移動 1小時左右 帶深藍色追蹤染劑,跑到距膠體底部1% 關掉電壓及電源,再拔下電極,完成電勇 若樣本緩衝液中,不含核酸染劑 需先染色,戴手套小心到處膠體 至於鋁箔紙包覆的染色盒中 加入所需量的電勇緩衝液及核酸染劑 蓋上蓋子,包好鋁箔 至於震盪機上 避光搖勻30分鐘 若樣本緩衝液中,以含核酸染劑 戴手套小心到處膠體 至於核中 一針六水潤洗兩次,去掉眼淚 使用藍光影像儀式 戴手套用鏟子取出膠體,稍微瀝乾 放到影像儀上 蓋好蓋子 開藍光激發 觀察並用手機拍照紀錄 注意,眼睛請勿直視藍光以免受傷 使用紫外光影像儀式 拍照前依序開啟電源、螢幕、相機及暗箱白光燈 戴手套用鏟子取出膠體,稍微瀝乾 至於塑膠袋內,推到袋子底部 放到暗箱內,置中關門 關白光燈 開UV燈 按快門 關UV燈 按瀏覽鈕確認照片 記下編號下載檔案 若破光不足或過曝 調整曝光時間再拍一次 染色廢衣及垃圾 分類丟棄與指定位置 以示鏡子 插進影像儀光板上的殘翼 接觸過核酸染劑的容器 需於指定水槽中 洗淨擦乾歸位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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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